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盛龙往往是被对方给扛动了 越位 马尔康越位 当时是为庆南队在K联赛里面打进了26的地球 胸部做球 再敲回来 奥斯卡 上半场打的现在是安上岗队两脚射门都是来自于奥斯卡 而且呢 这意识经验太丰富了 哪有危险该往哪去的都知道 头球没有顶远 外围 爱哈迈多夫的旗角远射 但由于是原地白腿发力 到三角传轨 想给圈顶外置 奥斯卡再传出来 后点 还有地位 哇 结果 陈彬彬 放凌空的一条 第一射破门 一比零 球呢 球马上啊 这之后了 球马上顺到这个谁这儿 奥斯卡脚下 一点时间不耽误 赶紧传 这球呢 也是误打误撞 英教练组对江志鹏的使用是希望 哎 看这球 后点 跳着 啊 也还是一个位 上堂这边已经有两三名球员早早的就举手示意 是马尔康 越位位置之后呢 起来参与进攻 跳起来针顶 针头球 有点干扰了 现在所观察到的 把这个江志鹏再换回到左边路的话 其实也是冒风险 哎 看这球 这是马尔康 横传 啊 结果拉维奇最后倒闭 铲射 动作有点慢了 左边 陈明冰传到后台 后台 这叫球的弧线 陈明冰传得非常好 没过人 而且这个弧线呢 最后这个尾端是往回转 马上我们看 上岗就趁着这边打回来了 哎呦 这是胡尔克在中路接应奥斯卡横传 自己想起诉过人 哎 这就是机会来了 奥斯卡有一个宽阔的区域单打独斗 往底线走 左脚传 哎呀 球传的是真好啊 下马尔康 老强龙 再给他边落 哎呦 看这球 高质量的船中 卡比上来之后 依靠自己出色的身体素质 玩了一个高难度的飞升凌空扫射 再给他边落 小区区附近奥斯卡把球领起来 外交被传门前 李生龙今天自己都摇头 对着这个球门线几乎是一个直角 对 反过来我们看 华尔克过人 沙大阵区里面右脚打 哦呀 漂亮 哇 这个实在是太强了 不是主力脚 是用右脚打的 那我们看一下 在对方的多人的包围圈里面 强行带球沙大阵区里面 最后这几步真是强劲有力 不过通过这个球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光超市上苏宁易购APP 好物不贵送货快 苏宁超市为你挑好的 而转眼之间 我们看上海上岗的反击又来了 奥斯卡再下一城 3比0 让开中位的位置 结果刚一让开就出事了 是 这又是金阳阳队位去防奥斯卡的时候 被过得非常的轻松 主台板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时候 但是这又是金阳队位去防奥斯卡